何超穷、梁安琪都不是真正接班人 何鸿燊留了一手,他才是最大赢家 从赌王去世以后,四方的表现就可以看出 其实现在二方的大女儿何超穷和四方的太太梁安琪 两个人现在是已经进入了白热化的竞争阶段 两方都想要赚取最大化的利益 可能在外界大众眼中 一直认为何超穷是赌王最认可的接班人 可是事实并非如此 因为早在2001年的时候 何鸿燊就曾经让自己的私人律师来控告二方大女儿何超穷 当时控告的名义是私自转移自己的财产 如果当年赌王真的想让何超穷作为自己唯一的接班人 何超穷又怎么可能做出这样的行为呢 而根据赌王对何超穷和梁安琪两个人的安排 可以发现赌王既给了两个人一定的利益 又让两个人处于针锋相对的局面 互相上下 因为赌王对何超穷和太太梁安琪的安排充满了权衡之数 但是对这个儿子的安排却表现出了满满的支持